于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 马大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针拿大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 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伽略人犹大 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长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说 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 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长商议 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赛呢 奉主明来的 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居 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 西安的民啊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居来了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这话 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 懂耶稣在那里的众人 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法利塞人彼此说 看哪 你们是徒劳无益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博塞大的肥利 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肥利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同肥利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接出许多子弟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 既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 就说 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 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 原是指着自己 将要怎样死说的 众人回答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子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 就离开他们 隐藏了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 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 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绑壁 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虽然如此 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塞人的缘故 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 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讲的话 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我所讲的 我所讲的 我所讲的